现场准备进行太多发的调化 以迅气常见的土石流灾害为主轴 以模拟状况剧来加强风灾来临时 乡民对台风的警觉及撤离措施 同时也能让各单位做好万全的防循准备 县府春日乡利里村筹办106年灾害防救演习 并动员各单位及国军弟兄 希望透过平日训练 能预防迅气来临时所遇到的任何状况 看到今天的演练 其实会让我想到的部分就是 去年大概在台风季节的时候 我们屏东县经历了尼伯特莫兰蒂 还有梅基台风 那三个台风几乎是连续的过来 那其实让我们的乡亲 其实我们从那个过程当中 又再一次体验了一些 就是天然的一个就是威力的部分 对我们的生活所造成的冲击影响 目前我们已经可以看到 环境卫生的人员穿着防护衣 正在捡食机枝的尸体装入尸袋 以土石流灾害导致地外地区严重淹水 勤居死亡 核道提防破损等状况进行模拟作业 由近年来几个台风所挟带的大量豪雨 接造成不少地方灾情 因此此次的演习 希望以实际演练方式加强训练工作 那我想类似这样的点点滴滴 都是因为平常我们县府的团队 还有相关的包括国军 还有平科大的团队协助我们 还有乡镇公所 还有相关的等等之类非常多的一些民间团体 所以大家每一年到这个时候 我们就必须要来重新检视一下 我们的工作 我们的救灾工作 有没有在哪里疏漏了 我们还是要再加强 还是要再精进的地方 防灾专员 守护家园 防灾专员宣示守护家园的决心 此次的灾害防救演习 除了平时的准备及宣导工作 还有灾时的紧急应变人民救助 倒灾后的复原重建等 都实际演练一遍 过程里真不马虎 不仅为当地民众上了重要的一课 也让更多乡亲体会到 防灾比救灾更重要的观念 本东是不停相识采访报道 今年的灾害是 今年是无灾无纳 停相识采访报道